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外圍恐慌,繼續避險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487點 收報26820點 成交非常活躍 有1241億 今天大成交,大跌,不是好現象 上星期五,記得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內地不害怕,外圍害怕 港股,看實,廿天線 上次講到內地對疫情的恐慌程度 開始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外圍,韓國、日本那些正在爆 現在去到意大利那些正在爆 外圍就很害怕 所以那條題目是 內地不害怕,外圍害怕 說了 接著港股又要怎樣呢 看著這條二十天線 如果一跌穿二十天線,就糟糕了 其實另外一件事 就是上星期五時說到 看著星期五晚 道指會不會跌穿兩萬九 結果那晚剛剛收在兩萬九之下 即是已經告訴大家,都不好的了 今天,恆新指一開波 已經離口低開,跌穿二十天線 按著上星期五的說法 大家應該明白 即是避險,離開 因為說明是港股看著二十天線 如果不是,大家可以翻查那個視頻 其實說完整條件 結果今天一開,接著再下 都可以說是,如果看上星期五說 都預計了會繼續會再跌 好了,都是要講的 我們逐個講一下,先看恆新指數表現 原本說到是,看著一條二十天線 一路一路浪著 但是如果跌穿它,真是跌穿 那就閉嘴了,廣估看完二十天線 今天一開波,已經離口低開 已經在二十天線之下 今天一支大陰燭 即是差不多全日最高位 就是開市位 全日最低位就是收市位 差一點點,但一支大陰燭 跌穿二十天線 走,看淡,轉淡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轉好 一直都叫大家審慎的 現在下來,因為疫情在外圍那裡開始爆發 在哪裡呢?韓國爆得很緊要 意大利都爆了 這些疫情,相信大家有留意新聞都清楚了 好了,爆完以後 韓國今天的股市如何? 韓國今天的股市大跌3.9% 接近4% 今天的收市位2079 已經是雙頂頸線位2082 或者2083之下 首日收於其下,也都上升軌之下 小心會演變成雙頂形態 這個走勢不好養 如果真的形成雙頂的話 這裡差不多兩格 由2082去到這個高位 你便減回兩格 減回兩格之後 便要在1900點之下 大概1880這樣 也有段時間跌的 如果這幾天未能回到其上 即是連續三天都在2082之下 就要小心這個雙頂確認 韓國現在爆到這樣 它現在才開始採取措施 大家都知道 遲了 即是對它的經濟影響得很厲害 影響得很厲害 回到韓國這些影響得很厲害 也會影響到美國 因為很多高科技 或者相關的東西 都是跟美國有關係的 現在全球都蔓延 意大利也有很多中 今天意大利這一刻 它未收市 大概跌了3% 3點幾% 這幅圖還未更新的 應該已經跌到大概 3% 就是24,500 整個整個形勢就轉差 市場一擔心 避險情緒高漲 所以剛才說 外圍恐慌 繼續避險 錢流去哪裡 就是十年期債息 十年期債息 已經跌穿了1.4厘 其實下來看的時候是1.38 其實它跟2016年的低位 1.359 其實相差不遠 甚至有機會 可能會跌穿2016年的歷史低位 即是十年期債息 收市計的那個位置 很恐慌 可以說是很重要 也都代表了市場壓住 聯儲局會再減息 今年之內會再減息 所以聯儲局 其實上禮拜有個官員說 現在跟我很奇怪 市場好像博弈之中 估計一定會減息 我們不一定會減的 但是現在如果疫症蔓延開去 市場就估計它多數會減息 那現在十年期債息 差不多歷史低位 也都是倒掛 反映經濟也有衰退的風險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美股又如何 美股上禮拜五 就收在2992 所以299之下 大概299這條線 就是它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如果收在旗下 就代表會差 那它收在旗下 就是差 那下一級 就看著上升軌 還有這個雙頂項線 28169 估計 美國就沒有韓國 或者意大利那些那麼慘 因為它都沒有去到美國 但是都不要掉以輕心 都覺得它有機會會進一步 借勢調整 調整得比較多的就是納指 納指上星期五 都跌1.8% 那9600都穿上 下一個會回補這個上升列口 今晚也都幾大機會回補這個上升列口 考驗這個上升軌跌穿的機會都很大的 這個最重要的位置就是9088 這個就是前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區的最低位 如果跌穿9088 就會比較深的調整 這樣的話 意味著 可能這一浪 由近期衝上來這一浪就完略 如果未跌穿的話 都當它是一個調整 好了 資金避險的話 剛才說的債那裡 固然是流了進去 另外一方面就流了去金 所以其實黃金 金相關的股份 都還可以看好 升得很急的 2.1% 銀沒有升得那麼多 銀就升1.8%左右 現在衝上去1680 甚至1700的位置 因為現在比較恐慌 恐慌之下 大家市場的博弈 也就是預期央行都會放水 全球很多央行 即是四大央行 美國聯儲局 歐洲央行 日本央行 和我們中國的人民銀行 其實都是大量放水去支持 因為疫症 或者經濟不好 撐了經濟 或者股市 就好像不跌 或者跌得比較不多 但是 那些水就放了很多出來 自然就是什麼 自然就是錢不值錢 黃金就一直向上 這陣子就衝上去 所以金還可以看好 除了黃金之外 今天其實如果講港股來講 由5G設備股 因為內地公信部 就說要加幅做5G 所以5G的消息支持 都好些 好像中興那些升一成 不過整體形勢 都是避險為上的 投資者 那些有政策支持的股份 可能好些 但是這個可能 10隻入面 只有1隻股可能好 9隻股現在都受到疫症影響 除非你是什麼 除非你是好像 深淨成人股這些 有政策支持的東西 繼續都不想讓它跌 雖然上證指數跌少少 不過深淨都還在升1.2% 新聞創意版還在升 但是這些就是 危高人膽大的才好玩 如果你不是危高人膽大的 保沙營投資者 暫時都應該採取手勢 那當然 疫症不會長期的 我相信 都是幾個月就會過得去 所以 大家都不要太過悲觀 你現在 持營保財 留錢 等個機會 當港股跌下去的時候 相信之後就會有機會 那現在下一級 那怎樣 跌到這樣 估計下一級 考驗2月初的低位 低位是26145 26145 當日這個高位 所謂1月20日的時候 29175 跌到26145 跌了3030點 反彈了大概0.618 反彈了接近2000點 現在開始又回了 會不會跌穿26145 看疫情 也有機會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如果真的跌穿26145 下一級 就要下去 25000的邊緣 因為那一條上升軌 大概 會去到25200 再下去又怎樣 就是 就是之前的低位 就是24500 24500 以希望 疫情不會拖這麼久 或者不會蔓延到這麼多地方 否則的話 是有機會一級級 但是下去 需要明白 這個疫情 如果 在這個時間上高 下季來臨之前 換和 或者減低了 那個蔓延 或者又找到一些藥 又或者是 有些新的醫治方法 總之 有機會 是出現一個 向好的訊號的時候 那 投資者就要注意 有機會 那時候低位 就可以入股 如果真的要入股 我覺得 都是 科技相關類的股份 就好些 不過這一段日子 保守營投資者 繼續觀望為上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 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